但跑掉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厄运就这样来了 中风 瘫痪 骨刺 肿瘤 全部都在那六年来临 讲起多年往事 慈激照顾护宋女士依旧难忍悲伤 贫病交迫下 让她对人生充满怨队 却在一次岁木物资打包场合 有了全新体悟 每则一份我就心想 你一定比我更苦 每则一份我在想 这是什么一个家庭要落难道 毛巾牙刷都要人家帮助 然后就在那一刹那 我心里的那个慈悲就回来了 恨意就消退了 善的种子更深埋在儿子明凯心中 多次获得新雅奖 即将从大学毕业的他说 自己时间没有别人多 但要把握每一分钟做最大努力 就是以前也没什么办法帮助别人 然后就是以后就是 一定会比现在还要更有能力 然后是希望只要能看到 每一个帮助的人都想要 能帮助就帮助 因为自己也这样苦过来 所以希望可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年轻人的可爱嘛 我们真的是跟不上现代话了啦 需要培养现在的人 来带未来人 所以地藏经里面这个手啊 以度 当度 未度 上任行教 勉励自身志工 自度度人 更期许当心牙茁壮时 年轻心血能引领慈善事业 继续发光发热 大家新闻周旋 万嘉宏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订阅咁一声